国子健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 五湖四海 都有不同的家庭背景 年龄差距也很大 但是既然来到了国子健 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通过读书学习 找到一个好的出路了 那么官学课程 它是随着这个科举考试的科目变化而变化的 比方说唐代 它那个科举考试的内容很杂 几十科 那个时候国子健的科目 当然它也有分工 分得很细 不过后来发现一个现象 大家最感兴趣的就是那个近试科 因为这个近试科将来可以当官 它的发展前途最广阔 那么其他的科目相对容易考 但是呢 都属于培养专业人才的那种性质 培养专门人才的学科 大家报名的人就比较少 所以唐代就有个说法 叫三十老明经 五十少进士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明经比较容易考 三十岁考了个明经 就算老了 进士难考 五十岁考上进士 就算年轻的 那么因为这个 其他科目报名的人越来越少 所以后来呢 逐渐的就取消了一些 那么到了明清时期呢 我们都说就是进士了 就是考进士了 就是这么一科 还没想到